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魚 今天是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 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再有扶手梯以外 據報油堂站有個富人跌倒 頭部潮下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商也說說各大熱話 據報湖北29位建築工友 南下來到香港做外勞家 他們的月入數字令到他們的同鄉非常羨慕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商也說說 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 有關扶手梯以外 三個禮拜已經是第六單 油堂站拉車仔的富人跌倒 頭部潮下 倒臥梯級 兩位提到近日接連發生多宗扶手梯以外 今天下午12月3日港鐵油堂站再發生同類事故 是三個禮拜裏第六中 今天下午1點15分 一個帶著手拉車的女子 在油堂站一條扶手電梯懷疑跌倒 連人帶車到外宇替及之上 據了解事主其後由救護車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目擊者向01透露 今天下午1點多 他在月台等車的時間 突然聽到巨響 看一看發現婆婆已經躺在這裡 當時事主雖然沒有流血 但神志不清 幸好港鐵職員反應很快 即時禁停了扶手電梯的運作和遺風電梯 並不斷問他的情況 叫他不要動 現場照片看到 事主頭部潮下 倒臥扶手電梯的梯級之上 身邊有一部手拉車 有港鐵職員從旁私援 另一證就事件向港鐵查詢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再有扶手電梯的意外 各位老友記 尤其是老人家 用扶手電梯的時間 真的要捉緊扶手 相關的傷者送丸 現在未知的原因 亦希望這位婆婆沒有大礙 事件了解當中 另外亦說說熱話 根據AM730的報道 湖北29位的建築工友 南下香港做外勞 他們的月入數字 令到他們的同鄉很羨慕 就說一開始 家人都不信有這麼高的工資 內文提到了 政府去年推出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情況下 被僱主適度地輸入外勞 是以補充短缺勞工的 內地媒體九派新聞報道 說湖北宜昌29個建築工人 來到香港打工 月入3萬港幣一時 引發熱烈討論 有工人表示 拿到人工就放下擔憂 香港對打工仔的福利待遇 和人民關懷是令人印象深刻 並帶讚香港同事質素高 專業性強和 未來如果獲得續約 希望繼續留在香港工作金 報導說 這29個工人所在的廣盛集團 在2018年開始 和香港方面接觸 一起在宜昌投資 裝配式建築生產基地 隨著雙方友好合作的不斷深入和 今年年初 廣盛集團在香港註冊 成立廣盛香港工程公司 到了今年就有29個移昌建築工人 來到香港工作的一時 當中37歲的周偉就是其中之一 8月31日抵達深圳 開始在香港地盤打工 周偉介紹 起初公司報名人員較多 通過香港一方公司面試和綜合評定過後 才被選中 面試向會測試工人的實際 操作水平和溝通的協助能力 出發去香港之前 需要做專業培訓 了解香港工地的管理規範 簽訂合約時間 他的月薪是37,800元 每個月正常上班21日 一個月最低9日價格 加班費另計 雖然在香港工作 但周偉就在深圳住 每天早上6點起床 帶上準備好的午餐飯盒 坐大巴7點多到達口岸 8點就在香港項目工地上班 上午8點至12點 下午1點至5點的工作時間 周偉就說一開始家人都不同意 不信會有這麼高的工資 還考慮到人生地不熟 比較擔心 他一開始又不懂得說粵語 但當工資發到手上就放心 就說是拿到足額的薪金 我心裡的擔憂就消散了 留下1萬元給自己用 其餘都會寄給老婆和兩個兒子 剛剛到了香港前一兩個月 周偉的電話被同行和同事打爆了 詢問是香港的工作條件和薪資 周偉就如實告知 就說有人後悔 說他們當時如果有報名就好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有機會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今天的熱話之一 據報多達29個內地 即湖北宜昌的建築工人 月前來到香港打工 月入3萬元 相關的消息 在內地媒體廣泛流傳 很多同鄉羨慕他們 當中這位主人翁 就說在香港打工 深圳居住 錢回到湖北花 真的很好花 結果成為今天的熱話 估計這個報導過後 可能會有更多內地工人 很想來香港做事 不過相關的計劃就說 會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無獨有偶 早一兩個星期 礦仔坐的士 遇到的士司機很好聊 的士司機正正是做地盤的判頭 他說沒有公開 越來越少工作 究竟怎樣能夠令到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但又同時繼續輸入外勞 這個的確有待相關當局繼續解話 另外亦都說這宗消息 有關田瑞尼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田瑞尼IG經爆患了初期的肺腺癌 自己貼臉的照片 就是第一次開刀做手術 另外問題到了 田瑞尼在今天12月3日 在IG社交媒體上 透露幻想初期的肺腺癌 表示丈夫杜汶澤感到非常緊張 一直為她積極尋找治癌資訊 和醫療建議 田瑞尼透露已經在台灣的醫院進行手術 而後續情況一直有丈夫在整個過程陪伴和照顧 田瑞尼患癌的消息一出 震驚不少網友 一眾網友紛紛祝願她早日康復身體健康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藝人田瑞尼在今天的IG揭自己患了初期的肺腺癌 當中最緊張莫過於她的丈夫杜汶澤 據報是積極尋找治癌資訊 令V箱消息一出 大批網友送上祝福 祝願田瑞尼要早日康復 在此祝願田瑞尼身體健康 要打贏這場仗 另外亦說過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巴士脫手錘 頭頂條條腥想著跌下來 乘客反常舉動惹來爭議 浪文提到網絡熱傳 有巴士上緊急用的玻璃手錘 鬆脫了 只是靠著右繩半天釣 行車期間在乘客頭頂上條條腥想著跌下來 險象橫生 話說掛在巴士玻璃窗旁的手錘 方便乘客在緊急情況下 敲碎車窗玻璃是逃生的 或者滅火桶玻璃來滅火 影片看到有玻璃手錘在行車時間 已經完全脫脫 靠著一條很幼的繩吊在半空 手錘隨著巴士行駛 以大幅度搖擺不定的 就在一個男乘客頭頂上遙遙玻罪 險象橫生 乘客包括拍片者的舉動 引來網友熱議 有網友說 如果那條右繩斷開了 男乘客就會中頭獎 不少網友奇怪 如此千鈞一發之際 現場竟然沒有乘客出手幫助 就說 前面的大姐也沒怕過 也有人說拍攝者也不夠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